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定要遵守母亲的遗掷 我可不能看您去冒险 不好 有保护你 少女 这里可不安全 我要保护母亲 少爷 你醒了 母亲呢 您放心 夫人的灵鹫没事 不要伤害她 好 你去找你的同伴吧 少爷 你老是这么善良 咱们就得饿肚子呀 这山林里有很多果树 够咱们吃的了 少爷 这荒山野林可不是九流之地呀 咱们还是巡路回药 少爷 少爷 您这就是在当着夫人的面骂我了 我虽然没读过书 但也知道什么叫仁义 您在哪 我就陪您在哪 侍卫 真是辛苦您了 母亲 孩儿不孝 无法带您回颇养返葬 只好将您安葬在这里 夫人 少爷这么孝顺 您在天有灵 就保佑我们在这儿能安安全全的吧 又来了 怎么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老感觉有谁在盯着咱们 就在那儿 少爷 刚才好像是个孩子的声音啊 小孩儿 你是从哪儿来的 这附近是不是有村庄 小兄弟 你不用怕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我 我叫庆儿 我不是问你 庆儿 别怕 别怕 庆儿 你为什么躲在这里啊 哥哥 我看到你在那个木牌上 写的是字吧 对啊 你能不能教我读这本书啊 庆儿 这本书叫论语 论语 我家少爷可是九岁就能通读论语了 哥哥 哥哥 请你教我读论语吧 我娘就这么一个愿望 庆儿 你娘 娘生病了 下不了床 听村长说 快不行了 如果我能给娘读论语 娘的病没准就好了 庆儿不哭 哥哥一定能教会你读论语的 好不好 谢谢哥哥 这本书叫论语论语 子曰 学儿实习之 不亦乐乎 子曰 学儿实习之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乎 子曰 学儿实习之 不亦乐乎 子曰 学儿实习之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有朋自远方来 庆儿 你怎么了 我爹说过 山里的动物都会伤人的 庆儿 还记得刚才咱们读的那句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吗 嗯 嗯 这些山里的小动物们 并不伤人 它们是来和咱们一块读书的呀 是咱们的朋友 小动物们虽然不会说话 不过也是通人心的 我们如果真心的喜爱它们 它们才会与我们亲近的 庆儿知道了 小兔子 对不起 我不该误会你们会伤人 咱们做朋友好不好 嗯 哥哥 我和小兔子成为好朋友了 少爷 我可不是故意吓唬他们的 是位 你来和我们一起读论语 他们就不会害怕了 哦 哦 我们来读下一句 有子曰 其为人也孝涕 而好犯上者 嫌疑 有子曰 其为人也孝涕 而好犯上者 嫌疑 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为之有也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孝涕也者 其为人之本鱼 少爷 天色可不早了 嗯 我去叫清儿回家 不然他的父母会着急的 少爷 我是说 咱们不如也跟着过去 不可 咱们是外人 未经允许 是不能随便打扰人家的 可是 哥哥 清儿要回家了 清儿 回家可要好好 给你的母亲读论语啊 哥哥 清儿还有什么事情吗 哥哥 你和侍卫叔叔 也和清儿一起回去吧 村子里还有空屋子呢 少爷 清儿都邀请咱们了 咱们快走吧 爹 你这孩子 跑哪儿去了 急死爹了 爹 我 有黄慢慢说 咱们是来抓人的 爹 我 爹 难道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 还不快放人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是谁 才不能放了你们 你们都不要命了吗 抱歉 恐怕两位只能先待在这里了 村长 我们是遇到水难才会沦落至此 绝无恶意 庆儿怎么样了 和他娘待在一起 已经不哭了 老村长 是我家孩子给村里添麻烦了 死寇皇亲国戚 你给村里添的麻烦 可比你的儿子大多了 谁知道你们怀的什么心呢 你们先出去吧 我有话要和他们说 萧公子 我知道您身份高贵 但我们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还请见谅 村长严重了 不知村里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当初战乱连年 我带着村民们隐居此地 那你们岂不是 那你们岂不是 你是想说我们逃避摇曳吧 我只是不想再让村民们受苦了 尤其庆儿这些孩子 村长 您放心 我只是在为王母扶桑 并非是来抓你们的 你们也看到了 村子里的人 村子里的人并无恶意 我一定会伤害你们 母亲 孩儿不孝 不能去守护您的陵墓了 少爷 王爷一定会找到咱们的 若是父亲为了我而耽误赈灾之事 母亲也不会安息的 少爷 难道咱们就要在这里待一辈子吗 我相信终有一天 村长和村民会理解咱们的 那他们要是始终把咱们当坏人 又该怎么办 庆儿知道怎么办 庆儿 是你吗 庆儿 你怎么来了 娘说 哥哥是好人 要庆儿来帮哥哥 好庆儿 快来帮我们解开绳子吧 少爷 我带你闯出去 可这样难免会伤及无辜百姓 现在也顾不得这些了 山洞里有一条出村的路 只有庆儿知道 哥哥 哥哥 山里怎么这么黑啊 咱们会不会掉下去 庆儿放心 哥哥会保护你的 少爷 小心 是谁 躲躲藏藏算什么本事 是小兔子 哥哥 哥哥 他们是不是来陪咱们的呀 他们肯定是来给咱们壮胆子的 嗯 庆儿不怕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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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咱们还是快赶路吧 这雨势 看起来小不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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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爹 不好 少爷 咱们可不能再被抓住了 可是庆儿 啊 啊 啊 清儿 他们有没有欺负你 爹 您不要怪哥哥 是清儿要带他们出来的 村长都说了 管你们吃喝 你们却还想着去通风报信 通风报信 你们怎么老把我们往坏了下 鸡尾叔叔 我只是担忧母亲的陵墓 想回去守护 绝无二意 不行 就是绑 也要给你们绑回去 让他们去吧 嗯 娘 您怎么来了 孩子他娘 你得在床上好好养病啊 我好多了 你们放心 村长 咱可不能放了他们呀 你们知道 萧公子都教了清儿什么吗 嗯 嗯 清儿 把萧公子教你的东西 念给我们听 哦 子曰 学儿时习之 不亦悦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孕 不亦君子乎 你们听到了吗 这是论语 萧公子 在教咱们的孩子 大圣贤的智慧 他又怎么会害咱们呢 村长 谢谢您的理解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我虽然不识多少字 但也知道 人应该相互关照 不好 大家快去避雨 小公子 山林危险 快给我们回村吧 多谢村长 可我实在是不放心娘的陵墓 我先走了 哎 哥哥 母亲 孩儿不孝 不能守护好您 少年 不好了 咱的草卢都塌了 咱们快找地方躲雨吧 不行 我要留在你前身边 少爷 少爷 快快快 少爷 您快看 哥哥 我们一起来保护您娘的灵墓 谢谢庆儿 谢谢大家 少爷 村长他们说 要帮咱们重新盖一座结实的草卢 谢谢村长 小公子 咱们都是朋友 不必客气 我这就去帮忙 小公子 建草卢的事情 就交给我们吧 如果可以 希望你能继续 教庆儿这孩子读书 村长放心 庆儿聪明好学 我一定把自己所学的 都交给他 吴时幼 五而至于学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而耳顺 七时而同心所欲 不于举 小少爷 小少爷 总算是找到您了 将军 请小少爷 快随我们回去吧 王爷和皇上都在担心您呢 还请您帮我告诉父亲 带三年扶桑欺满 我立刻就回去 请他不要担心 这 将军 还有一事请将军相助 小少爷请讲 这山中的百姓们 是前朝的流明 希望将军能带他们回去 末将领命 请小少爷放心 有劳将军了 小少爷 您真不跟我们走了 是的 还请将军速速回去吧 以防江河水势有变 侍卫 那你呢 少爷可离不开我呀 小少爷孝行过人 末将定会如实禀告圣上 走 消休 性情至孝 不能将天下百姓 都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一般爱护 可见 百善却以孝为先 而能在风雨中守护母灵得以避难 想必也是因为他的孝行感动天地 方能风凶化吉